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冰宏聊社會 我是蔡冰宏 最近我們在看新聞很常看到 歹徒持槍甚至開槍的新聞 而最近這兩天發生最大的社會案件 同樣也和槍支有關係 就是發生在昨天的高雄談判槍殺兩死的案件 而這個嫌犯他開槍之後 他一路逃亡了將近15個小時 最終還是被警方給逮捕了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畫面 而這個滿頭白髮疊住在地上的男子 就是在高雄大樹區九區堂火車站外面 開槍射殺人的方姓祖先 可以看到他頭上甚至還戴著安全帽 因為他翻案之後就騎著機車一路逃亡了15個小時 最終是在這個大寮的88號快速道路橋下 被警方給逮捕 而他的翻案用的手槍就放在他機車的置物箱外面 而為什麼他要痛下殺手呢 這一切都要回到他和前妻爭奪房產的故事 原來他和他的這個減性前行 早在18年前就已經離婚了 不過他們雙方還是一起住在同一個房子之下 那因為房產的問題 在昨天下午5點多相約在火車站外面談判 沒想到談判破局 而這個方姓祖先就落下狠話 他就說你給我等著 接著便跑回家拿輸槍枝來 而這個妻子就趕快跑到附近的卡OK店 找了這個流性友人以及無性友人來求助 沒想到無故的良人直接來勸架 但因為方姓祖先他情緒激動 竟然就朝著兩人連開了十槍 兩人當場失血過多死亡 而這個前妻則是躲在玻璃門的後面 眼睜睜的看著兩名好友慘死槍下 事後他回憶著整起過程 他說當時他友人已經中槍倒地了 沒想到他的前夫還是不斷的繼續開槍 這兩名死者分別是64歲的流性男子 他的左肩、左後背、左腰以及左大腿 都總共中了五槍 而另外一名60歲的無性男子 則是駝臉、胸口以及左手虎口重擔 而他們原本都要和家人在這個假日一起出遊 沒想到卻傳出了這樣的噩耗 要家屬怎麼能接受 可以聽到家屬的情緒是十分激動 因為警方並不是在第一時間就逮到這個嫌犯 沒有辦法給家屬做一個交代 但是慶幸的是 警方還是在今天早上9點多抓到了這名嫌犯 而這個方性嫌犯根據我們的了解 他曾經是一名麵包店的師父 但他除了家暴前科以外 在近年又罹患了這個癌症 而且他成名於賭博 因此欠下了一屁股的債務 導致這個地下錢莊每次都來他這個麵包店來討債 最後沒有辦法只好把這個麵包店給收起來 但是他仍然還是得還清著大量的債務 因此把腦筋動到他和妻子的房子上面 但無奈這個房子是記在他的妻子名下的 因此他們才會相約在昨天出來談判 沒有想到最後談判破裂 這個方性嫌犯一時情緒失控 才會開槍造成這次的悲劇 至於確切的犯案動機 真的只是因為和前妻爭奪房產嗎 還是其實死者和前犯也有過過節呢 那目前警方都還要再做釐清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聊事會內容 我是蔡秉鴻 我們下次再見